主火炬呢也已经在伦敦市区进行了传递 优雅歉逸的英国人仍然继续着之前的别出心裁 在火炬传递的同时呢也不忘使出浑身的解数来轻松娱乐一把 来看一下城市频道特派记者从伦敦发回的现场报道 下午的4点50分 再过10分钟呢火炬传递的队伍将途径我现在所在的牛津大歇 不过这里呢并没有进行一个道路封闭的管控措施 而是很多车辆已经自觉的进行了绕行 那么现在伦敦当地的市民以及游客呢 全部都自觉的聚集在街道的两旁等待着火炬到来 英国人在火炬传递上始终表现出别出心裁的一面 他们曾采用皮划艇的传递方式 不料在激流中原本设计有防水功能的火炬被飞溅的水花吞噬多次熄灭 不过这没有击退英国人继续在火炬团体方面别出心裁的想法 古典乐队PK现代静歌 强大的奥运赞助商PK耍宝的社会小团体 要保证火炬传递的有序进行 英国警方也使出了浑身解数 半空中警用直升机不停盘旋 地面上宝马警车随时待命 警察们紧张执行之余 也不忘展现他们童真清明的一面 瞧瞧这位骑着紧摸的警官 他的后座上多了一名乘客 一个奥运吉祥物的毛绒玩具 这样的举动不仅吸引了多数路人的目光 更惹得女士们连连尖叫 还蛮有这种氛围 就是有感觉就是很多人就一起玩的那种感觉 进行伦敦眼记者报道